Honor到了完了 他还在导入iPhone 我们今天找的地方都很极限一下 Hello Hi 我是Chan 今天这个影片 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个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前几天我在一个parking厂 我就拿了我很多要测试的手机出来 导入一些game 然后我竟然发现 Honor Magic 5 Plus是这机台里面 通信那一号 导入的最快的那一个 我就有点好奇了 我就去上网搜索一下 我发现很多媒体跟YouTuber 他们都讲一样的话 所以今天我就决定 要认真的去做一场test 看一下Honor Magic 5 Plus是不是真的 手续是比较好的叻 所以 嘿 我带了我的iPhone 14 Pro来做对比啦 然后我自己里面就放了两张 一模一样的SIM卡 都是MAXIS的 都是4G的 然后每个月给的钱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去对比看看 这边是PJ的Sheraton 出两名没有线的 我上次来也是没有线 今天来还是没有线 你来看 你看啊 4G啊 4G啊 我iPhone两bar Honor Magic 5 Plus是满bar的 bar叻不代表什么 我们现在就来导入一个图片看看 同样的图片来的 看看谁会先走完呢 哦 这个iPhone没有那个bar叻 所以我看不到它现在进度表是怎样 反正它转完了 就代表已经导入完了 哎 要走完了要走完了 谁会先跑出呢 谁会胜出呢 哦 哦 它导入完了 它还在导入iPhone 你看啊 还在转啊 你看啊 还在转啊 还在转啊 我们现在是没有cut的啊 还在转啊 还在转啊 我已经在play这video了 28秒罢了 绕绕的这样久 188MB这边写 188MB这边写 我从parking场上到来 Lobby啊 Honor Magic 5 Plus还是满bar 证明Sheraton PJ这个地方是极可怕 这边一进了啦 应该是没有找不到人了啦 OK 现在是18VS满bar的情况下啦 我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可以差到那么远啦 但是我们还是试看看YouTube video先 但是我觉得整个食材 证明了18其实看video也是很顺的 所以18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只是可能满bar你会有信心一点 你会整个人觉得 我现在这个地方很有限 但是18真的不影响 接下来要做这个测试就是打电话能力 因为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功能 但是回归最原本 其实手机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 然后现在阿Kent就拿着iPhone 走了进去 这个位置里面 平时 grab送东西上来都听不太到的 这个门口就是极限没有网络的地方 现在test的就是iPhone的打电话能力啦 现在Honor Magic 5 Pro这边有 1 2 3 4 4 4个 4个吧 还没有打电话咧 诶 可以打了 蛤 打不到 iPhone打不到电话啊 完全没有箱 你走出来一点点打 哦 电话响了 电话响了 OK 你可以进回去了 我接先 要走得出来 你看 人要走得出来打 听到吗 你miss it 2 3 3 4 2 4 5 3 3 4 拆了你? 地方都很極限一下 哈囉聽到嗎?聽到嗎? 喔聽到了聽到了 聽到了聽到了 唱一首歌 1 2 3 4 5 6 7 可以唱好一點的嗎? 雖然也是有一點點卡啦 你是一直有聽到我講話是嗎?剛才 但是iPhone那個是完全聽不到 但是我用iPhone的時候 我在那邊啊 就沒有人家在那裡講話 喔 iPhone2的話我才聽到你的話很清楚啊 OK 唉唷我突然跑來我旁邊 唉唷 鼓勵 唉唷我這麼這樣可愛 經過剛才的小測試之後咧 我發現Honor Magic 5 Pro它的通訊 真的是有比較好啦 然後我就自己上網搜尋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咧它搭載了這個 行業唯一通信增強芯片C1 它可以有效的去增強信號的接收啊 跟發送 所以在信號比較弱的地方咧 它表現就會比普通收集好一點 OK 接下來我們就 去下一個地點 然後準備做下一個TESC啦 現在我們就回到阿Kent的家啦 Honor Magic 5 Pro其實它有一個 蠻好的功能 就是獨立Wi-Fi加藍牙的天線架構 就是說它的Wi-Fi跟藍牙是互不干擾的 像普通手機的話 其實藍牙跟Wi-Fi它們是用同一個天線的 但是Honor Magic 5 Pro它就有兩條不同的天線 所以說可能當我們追劇的時候 或者打game的時候 你就算戴著藍牙耳機喔 它的那個聲音也會同步咯 然後化學會比較高清這樣子 OK 現在我準備了兩台手機 都是Android的啦 然後 Connect了耳機 現在我們就來 download HugG Mobile 都是780MB connect同一個Wi-Fi 然後同一個耳機 只是手機型號不一樣罷了 這個是Honor Magic 5 Pro 這個是其他手機 哇這個差距有點大咧 已經是一般區喔 連這耳機就是會影響那個下載速度 本國公佈已經Honor已經 download完了 再install好了 還在多少%? 67MB 但好暈喔 所以說Honor Magic 5 Pro就算戴著這個藍牙耳機啦 也因為有那個獨立Wi-Fi跟這個藍牙架構喔 可以用更高的網速去下載新的劇集 或者是環存 甚至是玩遊戲的時候它就會聲音跟畫面比較同步 最後跟大家recap一下Honor Magic 5系列喔 旗下有Honor Magic 5 Pro跟Honor Magic 5 5 Pro的話勒就是4,299 5就是3,499 最大的賣點喔 就是爪牌真的是無敵快的 毫秒級別的鷹眼爪牌 加上這個50MP的主色 然後還有三大護眼科技 2160Hz的PWM調光啦 著名顯示啦 還有萊茵的這個友好認證 另外電池也是2023旗艦機最大的5100mAh 輕鬆達到一天9-10個小時的亮屏時間 配上Magic OS 7.1啦 它就很順暢啦 不會Lag而且還可以用到Google勒 那Honor Magic 5勒 它就是同樣標配了毫秒級別的鷹眼座牌 跟Pro一樣有三大護眼科技啦 跟Pro一樣的大的電池 但是更輕刮花手感會更好 全系同樣標配Snapdragon 8 Gen 2 它沒有降級喔 如果你們有興趣要買的話 Honor現在他們在做這0%利息 24個月分期付款 最底一天只要4塊8就可以買到了啦 9分一碗喔 都吃不到囉 而且喔你現在買Honor Magic系列的手機喔 你可以參加比賽贏到7000分的Average Point 也就是說你可以去到KIA的Golden Lounge Access 或者是拿到馬行的本地機票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